上个视频我们完成了系列任务 索拉里斯之声 这个视频我们要去打通前往水星的道路 要解开水星结合点 我们需要击败金星的boss 拆狼 要在金星的Tether节点完成始播防御 最后就是要完成系列任务 索拉里斯之声 这个我们上个视频已经完成了 我们首先要去金星的Tether节点上 去完成始播防御 跟着红色任务点 就可以找到需要防守的目标 靠近防守目标 任务开始 使用复带的E技能 可以很轻松的击杀多名敌人 击杀掉所有的来犯敌人 才可以完成步刺 期间会有运兵船从空中空投敌人 只有将空投的敌人全部击杀 才能完成该步刺 每完成五波防御 就可以获得一次撤离的机会 不能需要完成始播防御 才能完成水星结合点的任务 所以这时千万不要撤退哦 完成始播防御以后 水星结合点的任务完成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撤退了 完成始播防御以后 我们还需要去金星的佛塔上 去击败暴富豪狼 但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先去完成 节点Killiken上的挖掘任务 才能打通道理 跟着黄色入点 我们可以找到挖掘点 扣进挖掘点以后 会有挖掘机从天而降 我们需要在保证挖掘机有足够能量的前提下 保护它不被敌人摧毁 因为此时我们是来这里开这个提点 所以我们只需要保护一台挖掘机 完成挖掘机可 机上能量运送者 可以获得能量电池 每个能量电池 可以为挖掘机提供20%的能量 并且恢复它所有的库盾 挖掘机的能量为零时 挖掘机会停止挖掘 为了尽快的完成任务 趁吃饱挖掘机有充足的能量 在挖掘机损失了很多库盾的时候 也可以放入电池 恢复它的库盾 防止必然将挖掘机击毁 当挖掘机完成挖掘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100的有动晶体 和一个随机的奖励 此时我们就可以前往绿色撤离点完成任务 此时我们距离进行boss柴狼 只差一个节点 iPhone打体 这是一个移动逢利而已 任务开始时 地上会给我一个数据模块 我们需要携带数据模块 前往两到三个数据终端 将数据模块插入数据终端 并在入侵的过程中 保护数据终端不被敌人摧毁 完成所有终端的入侵以后 我们就可以前往绿色撤离点完成任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